下面我们看第四个知识点 就income tax 这部分的话 考试也会有小部分的考题 也要看考官想不想考你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income tax呢 公司制企业是按照 就是有盈利了 那我就按照盈利 来交这个企业所得税 当然这个是比较 简单的一个描述 实际上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不完全是按照利润税法上 有一套完整的规定 我们是按税法的要求来做 但是呢税法上面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也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 来进行的 但并不完全等于会计利润 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Tax will appear as an expense in the statements of profit 叫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那么我们要知道 对于企业所得税来说是企业它的一项费用 对吧 税金嘛 所以说的话 它要作为一项income tax expenses 来进行反映 这个我们要知道 它要作为 企业要作为一项费用来反映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对于公司制企业 它的这个利润表 往往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出现呢 当然这个只是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格式 那么实际上 你去看国际财务报告的这个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跟这个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我们说 公司制企业编制利润表的起点 跟独自企业编制利润表起点是一样的 都是以Sales作为编制起点 然后减去呢 cost of goods sold 减去销货成本 然后得到是毛利润 毛利润的基础上 如果企业有其他的 other income 它要在毛利润基础上 加上other income 但是后面不一样 它要减去operating expenses 就是减去经营费用 就是对公司制企业 它会把它的费用的话 进行分类 经营相关的分为三类费用 一个是distribution cost 这个叫销售费用 然后第二根管理相关的 叫administration cost 叫管理费用 还有一个其他的 other operation cost 也就是说 它的operation expense 会按照这个费用的功能 来进行分类 不在的话呢 完全一一一的来进行劣势 比方说广告费用 运费啊 等等 它全部都把它归集到 distribution cost中去了 好 然后这样的话呢 减去经营费用就得到呢 叫做profit from operating 叫PPIT 就是吸税前利润 就是没有考虑利息 也没有考虑税金之前的一个利润啊 就经营利润 没有扣税 也没有呢 也没有扣除掉 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 好 然后减去呢 减去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费用 finance cost 减去finance cost 然后这样就得到的话呢 是profit before tax 就是税前的利润 就是PPT啊 我们叫做PPT 税前的利润 然后再减去呢 支付给政府部门的 income tax expenses 所得税费用 那所得税费用要单独 劣势啊 separately啊 因为这部分的这个信息 可能对于报表使用者 是比较重要的 他想知道这个企业的 所得税的负担是多少 因为往往的话呢 很多的国家 所得税的费用 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啊 像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中国的话呢 呃这个所得税的费用 大概是25%对吧 一般的税率啊 可能香港的话 低一点啊 16.5%左右吧 啊 那比方说有一些欧美国家 啊 那他可能所得税的 可能会有30% 甚至更高 对吧 所以呢 这部分啊 我们说报表使用者 是很关心的 所以我们把它单独的 啊 列示出来啊 income tax expenses 好这样 呃扣除完利息 支付给在权人的 扣除完支付给 呃国家的税金 这样就得到 profit after tax 叫PAT 或叫profit for the year 就税后的利润 好税后利润 然后我们在 这个啊 这一部分都是 一般的话呢 这个利润啊 profit for the year 都是企业的话呢 已经实现的部分的利润啊 基本上是已实现的 然后再加上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就是OCI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只学过一项 就是gain on property reviduation 或者是reviduation 就是 这部分是on real last gains 没有实现的部分 没有实现的部分 因为它也会影响 所有者权益 所以我们也把它 列示出来 因为综合收益啊 是有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利润 一部分是OCI啊 那么这个OCI的话 我们在F3 这个学习阶段 只学了一个 就是呢 啊 评估的增值部分啊 gain on property 啊 reviduation 所以用利润加上OCI 就得到什么样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或者year 全年的综合收益 所以这张表 可以叫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也可以叫什么呢 statements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对吧 可以叫利润表 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都可以啊 所以这是一个公司制企业 它的一个啊 我们说综合收益表 给大家一个展示啊 你会发现 和finance cost 和什么样啊 和这个 income tax expenses 都是要单独来进行反应的 当然也说一下啊 到底要不要写PPIT 到底要不要写PPT 这个可能不同的 呃 报表格式 可能确实不一样 但是呢 finance cost 和income tax expenses 啊 是需要单独反应的 这个是几乎啊 在所有的国家的 综合收益表 或者是利润表中啊 都是这样来进行的 一个劣势的啊 这样一个进行劣势的 但是我也说了 像PBIT PPT 它要不要这样写 这个不一定啊 不一定 好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 就是income tax expenses 我们要知道 它是要 它是一项费用 它是一项费用啊 是需要单独来进行反应的啊 这是所得税的 好 我们再来看啊 那我们都知道 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 is initially based on estimates since the company's tax bill is not finalized and paid until nine months up to its year end啊 这个的话呢 就说呃 企业的这个报表的 出具的时间 跟你的所得税的 最终的汇算清缴 不完全一致啊 像我们这个英国 它给的是九个月的 一个汇算清缴期 我们国家给的是五个月啊 比方说举个例子 我们2018年的 财务报表结束的日期 是2018年12月31号 可是我们的所得税的 汇算清缴 可能是要到2019年5月31 5月31号之前 才进行完成 所以2018年12月31号 或者说我们出具 财务报表上市公司 假设是2018年的4月30号 可能你的所得税 汇算清缴还没有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报表中 又需要你的所得税 费用有关的信息 那怎么办 你只能去估计了 你比方说像英国 他九个月的汇算清缴期 那可能要求你的 产物报表 可能在年度结束后的 三个月或者四个月 就要披露完毕 可是你的所得税的 这个汇算清缴期 可能要等到什么 年度结束后的九个月 才能正式的知道 你到底要交多少企业 所得税 所以说这样就会有一个 时间差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在报表中的 所得税的费用 跟你实际的所得税的费用 不完全一致 那你报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可能就需要去估计了 所以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 is initially based on estimates 他这样说都是基于估计的 原因就在于什么 since the accounting tax bill is not finalized and paid until 9 months after its year end 9个月以后才能够知道 所以this means that a company will normally under or over-provision for tax in any even year 所以说任何一年 它都有可能什么样 它的所得税费用 有可能高估 也有可能什么样低估 因为它不是实际的数 它始终都是要估计 那么这种高估和低估的话呢 我们需不需要去进行调整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2018年的 4月30号出去报表时 我估计的所得税费用是500万 但是我实际上可能 那等到我汇算清缴 2018年9月份汇算清缴 发现什么样啊 我是要交510万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低估了这个10万的 所得税费用 那么这10万要不要调整 2018年度的所得税的费用呢 那就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会计的要求 是怎么样来做的啊 那这部分也可能会有小的考点 那么我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啊 比方说我们第一年啊 我们这公司刚开始经营 那么第一年的时候啊 我结束的时候 由于啊 我们说假设4月30号之前 就要去披露报表了 但是呢 我的汇算清缴的工作的话 可能要到9月份才完成 所以呢 我第一年就估计 estimate income tax expense呢 是150块钱啊 假设是150 那所以我估计的时候的话呢 就建 income tax expense 但呢 income tax payable 150 因为还没有去给政府部门结算嘛 所以说是用的是应激未付啊 应交税费啊 应交企业所得税啊 150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第二年的时候啊 我们到第二年 因为第二年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账单肯定是出来了 以上160块钱去付的钱 所以第二年你pay the year once income tax 是160 你会发现的话 第一年你少估了10块钱 没关系 这个10块钱的话啊 我们说 不会要求你去调整 第一年的所得税费用 第一年所得税费用还是150 那你付了多少钱 你付了160 所以在cash的是160 然后借的income tax payable是150 你把上一年欠的150 你把它付掉了 付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呀 你低估了一个10块钱 借的是tax under probation是10 这个tax under probation的话呢 不会去调第一年所得税费用 他会怎么样啊 他会把它增加第二年所得税费用 所以你看一下 adjusted for tax under probation at year 2 就这个第一年的低估 不会去调第一年的 会调什么呀 第二年的 所以第二年的话呢 所得税费用啊 就是由于第一年低估了 所以第二年所得税费用 要调增10块钱 所以借income tax expense 带呢tax under probation 10块 所以呢 你看这边有一个10块啊 是由于第一年低估 好 然后再来看 我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估计的所得税的费用啊是160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说又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吧 第二年你有个汇算清矫期 有个财务报告的报出日 所以说财务报报出日的时候 你的这个账单没有拿到 所以你还要去估计 估计多少是160 所以第二年你会发现的income tax 估计的时候建income tax expans是160 然后带的income tax payable是160 好 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年你的所得税的费用是多少呢 是160吗 不是第二年你的所得税费用应该是10 加上160 对吧 160是你本身估计的 然后再加上上一年低估的 所以说记住了 第二年的时候你的income tax expenses 等于当年的country year estimated income tax 然后加上prevue year tax under probation 加上上一年你低估的10块钱 所以第二年你的所得税的费用应该是170块钱 好 但是呢 看一下 你的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session中的income tax payable的金额是多少呢 仍然还是160 仍然还像160 所以说你的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应该是本年估计的费用 加上上一年低估的 上一年低估的不会去调上一年 上一年低估的会在第二年的所得税费用中去体现 然后你的第二年的这个应季未付的所得税的 这个应交所得税的金额在财务状况表中 仍然以160来进行反应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一种低估 那有没有可能高估啊 当然有可能啊 你估计哪有那么准啊 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如果高估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还是刚才的例子啊 第一年我估计的所得税费用是150 所以第一年估计的时候 借income tax expenses 带了income tax payable150 结果呢 第一年的时候账单清算的时候 我发现我实际上只要付130 所以呢 你高估了20对吧 那付的时候 你看一下 借income tax payable是150 带cash是130 然后你存在一个 tax over probation是20 好 那么这个tax over probation 也不用去调第一年所得税的费用 把它调减第二年所得税费用就行 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啊 因为存在第一年的tax over probation 所以借tax over probation 带了income tax expenses是20 好 然后第二年我估计所得税费用还是160 所以借income tax expenses是160 带income tax payable是160 你会发现我们第二年所得税费用就会在什么样啊 这是你第二年估计的160 所以第一年什么样啊 高估了啊 高估了也就是说 那么第一年的高估不用去调第一年 直接调到第二年啊 第一年的高估的话呢 是要减少啊 减少第二年所得税的费用 所以是160减去120 等于呢140 好 然后你在财务状况表中的这个 income tax payable 也就是放的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仍然是160啊 所以at year end income tax payable 也就是做一项 lobology in the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being the country year estimated tax payable 仍然是160啊 160 所以你会发现所得税的高估 或者说是低估啊 它影响的是所得税的费用 影响是利润表 它并不影响到你的财务状况表中的 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啊 应交企业所得税 那最后就记结论啊 如果是上一年的低估 上一年小负了 那就什么样啊 把它加到第二年的所得税费用中来就行了 如果是上一年什么样啊 多负了 那就从第二年所得税费用减去就行 然后在财务状况表中 应积未负数 人员按估计的数来体现就可以啊 好 我们看一道立体啊 有的时候会考一点小的 会考小的这种选择题 但不会在大题中考察大家啊 好 XYZ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laint shows an over-provision 看一下是 over-provision of $3400 on its tax liability account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n the December 31st 2018 before accounting for the for that year's tax charge 就是XYZ 就是在估计第二年的所得税费用之前 它会有一个over-provision it's estimate tax on profit for the year is to be 67900 就估计当期的所得税的这个金额是67,900 他问 what amount should be shown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year and did the December 31st 2018 in respect of tax 就是说跟跟这个税相关的反映在 呃利润表反映在财务状况表中 以及反映在呃综合收益表中的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前面就讲过了啊 根据前面的这是一个over-provision 是34,000对吧 34,000的话呢 肯定它是要什么呀 前一期它是高了啊 多记了 多记了就要从第二期调解 所以说它在利润表中所显示的金额 应该是三万六万七千九 减去三万四 所以放了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应该是六万四千五的tax charge 但是对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不影响 它还算六万七千九的啊 income tax payable 反映在财务状况表中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啊 所以呢我们最后啊 我们说我们给的那些分路都是帮助大家去理解的啊 那么最后你就记结论啊 如果是under-provision啊 就是我们这个低估了 上一年低估会加到第二年的所得税费用中去 上一年的高估会从第二年所得税费用中减去 但是它不会影响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中的 income tax payable的一个劣势啊 一个反应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选C啊 所以这道题它是一个 over-provision 如果改成under-provision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会做 就是67900加上3400 你就会选什么 会选D了啊 所以这种提醒可以变来变去啊 那关键你要理解就OK啊 好 好那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知识点 就是关于income tax啊 可能会考到到底如何来算 那我们说了 你要去学F6这门课啊 那我们这边只是考虑 我们在报道中怎么样来反映它的问题 好 我们看第五个小知识点 就是dividend啊 鼓励 那我们看一下dividend 什么是dividend呢 dividend是appropriation or profit of tax to shareholder's appropriation 是分配的意思 就是税后的利润分配给股东 那分配出去的这一部分 对股东来说就叫鼓励啊 就叫dividend啊 dividend 那么dividend的话呢 对于有一些公司啊 有一些资本市场 它可能呢 会有两期的鼓励 所以some company may pay dividends in two stage within one financial year啊 那么会在一年的话呢 会分配什么样啊 两期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啊 两期的鼓励 好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for example accompling debts makes its accounts up to december 13 the first may propose propose 宣告 发放 an interim dividend in jure啊 pay debt in september propose a final dividend in december and pay in march 啊 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说 有一些公司讲 像他财务报表 结束的时间是12月31号 interim dividend 是中期鼓励啊 他可能会 呃 会在6月份啊 我们说会宣告 发放一个中期鼓励 然后在9月份的话呢 呃 进行发放 然后会在呃 12月份呃 宣告发放一个 final dividend 然后会在 4年的3月份 来进行发放啊 那也说一下 如果是interim dividend 因为公司的呃 说一下公司的股东 开会啊 一般的话啊 在我们国家 就是上半年 开一次会 下半年他都不开会了啊 不开会 所以说这个鼓励的 发放的话 对interim dividend 他6月份宣告发放 然后在什么样啊 9月份呃 进行发放 所以6月份 发放的时候 股东他会已经开完毕了 所以对于中期鼓励啊 我们说 他由这个董事会 宣告发放就可以了 所以interim dividend proposed啊 那么他如果宣告 发放的时候 他会借呢 dividend dividend的话呢 啊 它是一种利润的分配 所以他会体现在statements of changes in equity啊 对流存收益的一个减少 然后代方是dividend payable 因为宣告发放的时候 并没有实际发放 所以作为一项负债来进行反应 那当然请大家注意 如果是final dividend declare 刚才讲到12月份 去宣告这个发放 因为刚好12月份 宣告发放的鼓励的话呢 我们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终的鼓励 向经过股东大会来进行同意的啊 表决同意的 所以说final dividend declared 他用的是declared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proposed也可以叫宣告 declared也可以叫宣告啊 但是proposed更多是提议建议的意思 declared是正式的一个宣告啊 所以你会发现英文的单词 还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final dividend declared by the annual meeting annual meeting就股东大会 所以说final dividend啊 as a board proposal 不算数 一定是什么样啊 一定是declared by the annual meeting 所以说对于final dividend啊 只有在股东大会同意 董事会的这个提议的方案下面 然后才进行发放 发放的时候就借dividend dividend payable 也就是说对于final dividend 如果是董事会 他做了一个proposed的 那么会不会在报表中反应呢 不会在报表中进行反应 他只是在报表中进行披露啊 披露作为后面会讲到 做一个非调整的事项 会说公司建议什么什么发放 但实际上具体的批准 是要由股东大会来进行的批准啊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final dividend proposed by the board啊 should no accounting entry 没有会计的分录 不用做会计处理 因为还没有正式的经过 股东大会批准 所以only disclosed in the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只需要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 那这个知识点可以跟后面的知识点 就是它作为一个 资产不代表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 不需要去调报表数据 但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进行披露啊 进行披露 好了 那我们主要把这两个点掌握过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怎么考察大家的 the issue of share capital of alpha unlimited complaint is as follows 它的需要开口的结构如下 cap structure ordinate shares of 10 cents each面值是10分 然后总的价值的话呢是100万啊 8% redeemable private shares of 15 cents each 那么对preference shares一定要看它戴前面这个定义啊 它就是一个什么样 redeemable啊 是一个可赎回的啊 可赎回 那可赎回的就要作为一项负债来进行反应 那么它发放了这个股息股利啊 我们应该作为利息费用啊 金额是50万 好 in the year ended October sorting the 1st 2018 the complaint has paid the preference dividend for the year啊 那么在2018年的10月31号 这个公司的话呢 它支付了优先股的股利啊 前年的 and the interim dividend of 2 cents per share on ordinary shares啊 然后支付了一个中期的股利啊 每股的话呢是2分 a final ordinary dividend of 3 cents per share was proposed before the reporting date啊 所以它有个final dividend 它做了一个什么呢 propose 你注意 propose就是董事会它的一个建议啊 提议 提议 好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total amount what is the total amount to be recognized for dividen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st 2018啊 它问你 截止到2018年12月31号 在整个的财务报表中 需要确认的股利是多少 好了 那么这地方有几个知识点 需要大家要考虑呢 第一个啊 要注意 对于redeemable private shares 就是可赎回的优先股 它虽然叫优先股 但是我要把它作为负债来进行反应 所以说它的这个可赎回的优先股的股息啊 不应该作为股利对待 应该作为利息费用来对待 所以这个也不应该作为dividend 然后第二个要注意了 就是它这个final dividend proposed final dividend proposed是不应该啊 作为股利来进行反应的 为什么它要上股东大会去进行declare 才可以啊 这边只是proposed 所以只需要在财务报表辅助中进行披露 所以基于这几个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8%的redeemable private shares啊 50万次184万 这个地方是不能作为dividend的 一定只能作为什么样啊 利息费用啊 因为它是一个redeemable 是一个可赎回的啊 可赎回的只能作为什么样啊 只能作为利息的费用 好 然后对于alternate shares interim dividend 这个我们中期股利作为股利没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说你去算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啊 100万是金额 然后除以什么样啊 10分这样算出股数 股数之后 然后再乘以什么啊 每股发放的股利啊 2分 那么算出20万 然后对alternate share final dividend proposed 刚刚讲的啊 should not shoot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dividend because the final dividend is not declared there will be disclosed in the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啊 我们说对alternate share or final dividend proposed的是不会出现在 财务报表中的啊 它只需要去披露一下就行 好 所以这边有两个考点啊 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个是redeemable private shares 它的这一部分不能作为股利啊 只能作为什么样的利息费用 因为它是可赎回的 然后第二个对于啊 ordinary shares final dividend 的话呢 一定要经过股东大会的declare 才可以显示在报表项目中啊 所以只是proposed 不会作为dividend来进行反应的 好 那么这是关于dividend啊 会考察大家 那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dividend一定是从税后利润中来进行分配的 对吧 然后有中期股利也有什么样啊 也有我们的这个啊 有interim dividend 也有final dividend interim dividend 有董事会 来propose就可以了 对于final dividend不可以 propose不可以啊 一定要等到什么啊 declare啊 好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五个指示点 然后再来看第六个指示点 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公司制企业的statements of changes in equity啊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那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考试中有可能要求大家编这张表 那我们看一下statements of changes in equity啊 给了一个statue of the statue of a canal manufacturing company啊 给了一家公司制企业的一家 这个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它的名字啊 跟读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statements of changes in equity啊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st 2018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表的话呢 它多了哪些项目呢 你看一下 所有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既然叫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那每一个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明细的项目啊 都要反映它的变动 那对于公司制企业的话呢 它至少有四个明细的项目 所有的权益构成对吧 一个是需要capital 一个是需要primer啊 还有呢 revital initial reserve啊 以及呢 returned earnings啊 所以这四项的增减变动 都要来进行反映 所以横的啊 这一行都是我们具体的 公司制企业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然后数的这些呢 反映它的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的话 就反映从期初如何变动到期末 所以2018年的1月1号 它有个期初的金额 然后2018年的12月31号 有个期末的金额 然后中间是它的增减变动的项目 这些项目啊 我们都应该要知道 比方说我们有right issue 我们看一下 这是期初的项目啊 期初项目分别是需要capital 65,000我需要prime啊 143,400 realization result是1万 return earning是64,900 然后加总这边有个total啊 283,300 好我们看一下具体有哪些增减变动 right issue 想一下 right issue会影响到所有的权益 对公司制企会有哪些项目呢 对right issue的话呢 我们会影响到它的需要capital和需要prime 实际上它就是配股 就是一种增发 对吧 所以right issue 股本增加 股本一价增加 所以你看这两个项目有数据 对不对 好 bonus issue bonus issue是什么 是送股 送股的话呢 是减少需要prime 所以这边 需要prime是一个复值减少 然后呢 需要capital会增加 当然也可能bonus issue 还有可能什么样啊 会有returned earnings这一下 也可能会减少 因为有可能你的需要prime 不足以送 不够送的时候 你就从returned earnings中去送 对吧 好 rewarded earnings of assets 这是我们的固定资产的 一些land和building的评估增值 所以这个评估增值的话呢 会影响到rewarded earnings 好 另外再来看net profit for the year 当年的利润 利润的话呢 会增加留存收益 所以这地方你看 returned earnings 这边有一个利润增加 然后dividend 鼓励 鼓励会体现在所有的权益变动表中 鼓励的分配 应该从你的留存收益 中去分 对吧 dividend 所以dividend 它不会出现在利润表中 dividend会出现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它是从留存收益中 去进行分的 所以你看 期出金额 加上增减变动 等到期末数 所以说横行数列 最后加总 等于呢 42万3 42万3 那这就是公司制企业的 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表 那么特别要强调 就是dividend 它不会出现在 不会出现在 statements of profits of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就不会出现在利润表 这一张表里头 它会出现在哪里呢 它会出现在statements of trangible 会出现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后面也会讲到 如果你分配是现金鼓励 还可能出现在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我们的这个现金流量表中 所以要知道鼓励 可能也会结合这个点 来考察大家一下 好 来看一下 Where in a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complying with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should you find dividend paid 根据国际会议准则 你会发现你支付的鼓励 会出现在哪张报表 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第一个 the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这张表是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样 dividend的 是不是前面讲过了 因为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它反映的是利润的形成 还有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它反映的是comprehensive income的形成 它不反映分配 所以这个表是不会有dividend的 好下面 the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我们说财务状况表 财务状况表的话呢 我们说它反映的是dividend paid 对吧 应该是反映的是dividend payable dividend payable 好 那么它说的是 然后看第三个 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如果是现金鼓励 它会出现在什么样 现金流量表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 是statements of changing equity 这个是什么样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至少这个四是要去选的 对吧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刚才说了 这个二 这个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财务状况表中 你能不能找到这个dividend pay的呢 实际上你能找到dividend payable 就是应付鼓励啊 应付鼓励啊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二的话呢 其实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不完全是错误的啊 但是我们说 根据我们这个单选题的这个选项啊 40币选的 它没有二和四 所以我们就选什么样啊 选这个三和四啊 dividend pay的 像这个cash dividend pay 一般我们分配鼓励嘛 分配鼓励的话 实际上有两 鼓励有两种形式比较常见的 一种是现金鼓励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啊 股票鼓励啊 那现金鼓励的话呢 就会呃 出现在这个呃 这个我们的现金流量表中 呃 那么这个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就是相当于是送股 那送股的话呢 呃 其实呃 他其实送股 我们说是所有者权益的一个项目 呃 变动到另外一个项目 呃 实际上他其实都会呃 在这个呃 财务状况表中来进行这个反应 所以这道题本意啊 他还是想从呃 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你这个dividend啊 这个支付这个dividend 他影响的这个点 而不是那个应激未复的dividend啊 所以这个证据答案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三和四啊 最四肯定是必选的 好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第六个小的知识点啊 就是关于dividend啊 dividend考题还是考的蛮多的啊 一些小题目 好 最后一个知识点了解一下啊 debenchers啊 就是债券 也主要是为大家学习F7 financial reporting啊 打一点点小基础吧 好 了解一下就行啊 debenchers debenchers is a long-term debt insurance issue by a company 债券是公司所发行的一种长期的债务工具啊 那比方说公司想要筹集资本金 它可以发行股票 也可以呢 发行债券啊 那发行股票的话 肯定是有好处的 有什么好处 是一个永久性资金 不用偿还 但是虽然是永久性资金 不用偿还 但是股东要求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 而这个发行债券的话呢 我们说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 需要偿还 但是由于啊 债权人他的这个 几个利率啊 要求的回报率 没有股东要求的回报率的话呢 要求的高 所以对公司的资本成本相对 它会低一点啊 所以说公司他会从资本成本 这些考虑方面 他也会考虑呢 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的相互的配比啊 使得他加权资本成本 相对比较合理 所以了解一下就行 也就是说发行债券 他发行公司债券 也是筹集公司资本金的一种渠道 特别如果是股票市场不好的话啊 发行股票 对公司可能不合适 公司可能会考虑发行债券啊 知道一下 no notes 什么是no notes呢 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债券 比方说100 我们发行什么样啊 比方说10个亿的 那我可以什么样啊 把它分成像100块钱一份 100块钱一份 然后这样去卖啊 他叫no notes 相当于是一个票据一样的啊 就公司发行的 in exchange for cash the company promised to pay a principal amount as a specific date as well as interest on that principal amount as a specific rate per period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就是一个公司债券 他要求具备的一些 呃 基本的要素有哪些 principal amount principal是本金的意思啊 specifical date呢 是呃 本金偿还的日期 因为债券有到期日嘛 所以会有一个到期日 本金到期日 然后呢 债券会有利息啊 有一个interest 然后会有利率啊 有一个利率 就是coupon rate 啊 票面的利率啊 或者stated rate 啊 然后还有什么呀 呃 利息的支付方式 你怎么支付 每半年支付一次 还是每年支付一次 还是到期一次性支付 本金和利息 都要说清楚啊 所以 很有分期付期的利息 也有一次还本付期的利息的 这样的一些债券啊 有很多的方式 所以不管怎么样 都要写清楚 本金到期日 呃 利率 呃 还有利息的支付的方式啊 好了 那么dependent can be issued as a discount or prime or equal to their nominal value 那么债券的发行 跟股票的发行不一样 债券可以按面值发行 也可以呢 呃 高于面值 也可以低于面值 也就是说会有这个 issued at a discount 这个是折价发行 也可以是issued at a prime 啊 也可以是溢价发行 那为什么债券 可能会有溢价发行 可能会有折价发行呢 就是因为我的债券啊 在设定的时候 它的票面的利率 跟市场利率啊 实际市场利率可能不一致 比方说 我的票面率是10% 而市场利率呢 只有6%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的票面率高于市场利率 那我就会什么样啊 溢价发行啊 溢价发行 为什么 比方说1000块钱 只能获得6%的一个利息率 而现在比方说 我现在你想要获得10% 你是不是要多出点钱 你要比1000块钱要多 可能要出到110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100可能就高于什么样啊 面值的这样的一个 呃 1000块钱啊 那这个就是溢价发行 那还有什么呢 比方说 我的市场率是6% 而我的票面率只有4% 那你大家想一想看 我现在1000块钱啊 假设我拿1000块钱投资 我可以获得6%的回报率 我现在如果按1000块钱 去买你4%的这个债券 我只能获得4%的回报率 我肯定不会按1000块钱 去买你的债券 你的债券可能就发行不出去了 那怎么办 我就打折 你把我的债券打折 那债券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什么样 折价发行 所以你会发现 债券可能会存在一折价发行 也可以刚好等于面值 比方说我的票面率6% 市场率就6% 那就按1000块钱发行就行 所以说这个主要是 由于票面率 跟市场率不一致 所以债券就会存在 一折价的发行 或者按面值发行 但是股票一般都是什么样 高于或是等于面值 去发行 股票不存在打折的问题 好 interest is always paid based on the stated rate 那利息一般 我们是按照票面率率 stated rate就是票面率率 but the interest expens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effective rate effective是实际率率 那这个票面率跟实际率的话 实际就我刚才讲到的 我的票面率率的话 是10% 实际市场率率是6% 对吧 那我支付的时候 是按什么来付款呢 我是按票面率去付款 那我当时我在确认 我的利息费用的时候 是按实际率来进行确认的 好 那么关于票面率跟实际率 不一致的这些方面 我们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在F3考试阶段 我们都认为你的票面率 和你的实际率呢 是相同的 所以不存在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 呃 票面率跟实际率不一样啊 所导致的一个一折价的摊销 或者是调整的问题 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啊 大家可以去在更高阶的 这个financial reporting 的门课里头呢 去进行学习啊 我们简单知道一下 就债券 它是属于老伯乐体 是一个long term 老伯乐体是一个non-counter 老伯乐体 是个非流动的负债 对吧 然后这个债券的话呢 会有利息 那么这个利息费用会 呃显示在我们的利润表中啊 那么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知识点 我认为啊 对于债券 我们在后期的课程中在学习 好了 那么对于公司制企业 这一部分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啊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那么对于这一章的话呢 我们讲解的内容啊 主要是讲了对于公司制企业 它的所有者权益的构成的部分 对吧 那所有者权益构成部分 是由四个项目构成的 那四个项目 大家一定要掌握啊 有需要capital 需要primer revaluation supplies 以及呢 returned earnings 那我们这一章里头重点啊 其实对它进行的讲解 比方说需要capital 股本 股本我们讲了公司的话呢 有两类股份 一类的话呢 是普通股啊 还有类似优先股 对吧 然后普通股的话呢 我们重点的话呢 就介绍了普通股的一些特点 啊 普通股的话呢 在啊 我们说有注册资本 还有这个什么样 以发行的股份啊 还有什么样啊 我们说啊 还有流通在外的股份 还有这个库存股 另外我们说 根据它的这个发行的 这种方式 比方说我们用刃脚的股份 还有呢 我们说这个吹脚的股份 还有使脚的股份等等啊 这些我们都要掌握啊 考试的时候 虽然不会直接考 但是你看到那个名词 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啊 另外我们还讲到了 关于这个优先股 优先股的话呢 分为两类啊 一个是累积的和非累积 还有是赎回 可赎回和不可赎回 特别要关注可赎回的 可赎回优先股 虽然叫优先股 但它实际上属于赛 对吧 所以说它对应的 可赎回优先股的这个 呃 优先股的股息 实际上我们在 快递处理时候 是要作为财务费用 作为利息费用 来进行对待的 所以这是需要开头 我们重点讲到了两类啊 的这个 股 呃 优先普通股和优先股 另外我们还特别强调 我们的普通股 在发放股力的时候 一定要先满足 优先股的股东 对吧 只有说优先股股 股东发放完毕了 普通股股 才可以考虑 股力的发放 好 另外我们讲到了 第二个比较重要知识点 就是关于 呃 bonus issue和right issue 大家要知道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 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 还有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考试的话呢 既有文字性的选择题 也有计算的题目啊 好 另外我们还讲到了关于 比方说 呃 探讨了income tax 对吧 所得税的问题 呃 我们探讨了关于dividend的 呃 问题 呃 还有呢 呃 Resident earnings的问题 呃 最后呢 我们也讲到了所有的权益变动笔啊 对公司制企业如何来进行编制 呃 最后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个 debenture啊 应该说这一章的内容 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容易的来考察大家一些 呃客观性的一些题目啊 那他也是我们 呃 后面讲这个 比方说公司制企业财务报表的编制 以及呢 合并财务报表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知识点啊 小的知识点 好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啊 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个地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